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央视镜头绝美 现场和工作人员互动,比见光死艺人好太多 杨子相机真漂亮 与现场工作人员互动,比见光而死的艺术家要好得多 说到杨子,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他 杨子很小就开始演戏 当时,杨子主演的家有儿女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 目前,杨子是90岁花季发展最好的城市之一 他很漂亮,演技也很好 这几年他主演的影视剧基本都播火了 大家还是相信杨子的演技 关注杨子的网友应该都知道 杨子在救火的时候,因为外表焦虑做了微调 当时,杨子在被人说自己的长相不适合当演员后 稍微调整了一下自己的五官 但是,不管是小时候的杨子还是现在的杨子 大家喜欢他的最根本原因不是他的长相 而是杨子可爱的性格和良好的演技 最近,杨子参加了央视的晚会在央视的镜头下 杨子的颜值真的很好 和工作人员聊天的时候,感觉杨子本人好温柔 比起镜头前的剪刀,真的是少女时代的满分 很多网友说,和那些一见光就死的艺人相比 杨子真的太好看了,让人很难喜欢不喜欢 你怎么想呢